王晓帥 下面请我们的这部电影的导演王晓帥先生上台 王晓帥 谢谢你送这个非常棒的电影给我们 我们在这部电影的导演王晓帥 我没有理解 为什么孩子们在这部电影的导演 我没有想要 我没有想要 特别想要的玩具 对,那你想要的无人机 如果一直拿不到的话 你是不是就非常的着急 我幸福 所以正好我想跟你说 就是现在我们有一些小朋友 在你看电影的那个地方 他不见得什么都有 他不见得像你一样 想要什么都有很幸福 所以他想要这个水墙 和小朋友们一起玩 但是他爸爸一直忙 一直就没有给他 他没有办法 所以他会着急 所以他在梦里有了 他也很像这个 大家看到的整个这个村庄 所有的都是我们现建起来的 因为之前已经完全摧毁了 没了 我们这个后期要两年多了 所以整体是蛮长的 实际拍就是三个月 我花了很多钱 具体多少钱不到 这个钱不是我管 是制片管 首先有一点 这个故事里这个小朋友 就是想要一个水墙 一直拿不到 心里非常的着急 然后甚至觉得他的父母 都是欺骗他 都是说谎 他的童年遭受了这种痛苦 我们每个人都有 所以这个让我非常的 有感触 有同感 所以呢我拿这个来投射我童年的这种 这种经历和心情吧 那我这么说吧 比如说为什么我很感动 就是我们德国想允许这个小朋友来看这个东西 然后慢慢了解 很多他可能太小还不了解的东西 但是他长大以后会有好处的 所以这就像我们来看待 我们那一段不了解的 或者不了解的历史 我们还是应该去看它 还是从不了解到了解 只要慢慢的去证实这些东西 这些历史 其实对我们未来是有更有好处的 我们总不要忘记 我们这里不是教科书 电影它是一个视觉的 然后是一个情感上的东西 是另外的一种媒体 所以我们要暂时离开一下这个理论性的一些解释 因为这个电影它是直观的 直观 中国直观的方式来影响的 我现在觉得那个当年的实际的单车 也应该在这里面 我现在觉得当年的实际的单车也应该在这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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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知道你作词的主题 我现在觉得你作词的主题 我会想知道 你怎么回想到这个主题的 用一个声音的观众 去解释 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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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电影还是太有限 而那段历史对我来说也是陌生的 我是60年代出生的 那已经是之前了 我也没有经历过 所以我就想通过这个小孩的眼睛 其实我就跟那小孩是一样的 是去窥探 是去截取这个碎片 去了解所发生的一切 导演您好 就是我很好奇 线性叙制的线的灯光和 在过去发生的事情的灯光 设计还不一样 我想请问这中间 具有什么设计或者神意在里面吗 我相信就是在现实 任何一个现实时空里面 阳光都是一样的 你会感受到的空气都是一样的 但是当我们回顾 已经逝去的过去的时候 比如看一些老照片 它总有一些花黄的 或者有一点点跟现在不一样的 一种色泽的消失褪色 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做这个的时候 也顾忌到了这一点 本来我是想了一样的阳光 但是还是要有一种时代感 所以就再把过去 稍微做了一点 我设计也计划 我设计也计划 所以我设计划 因为我设计划 第一个问题是 如果这小型的状况 我设计划 在这种状况 是一种状况 是一种状况 因为我设计划 因为我现在看很多孩子 但如果这种状况 还能有小型的状况 但是如果这种状况 那是一种状况 第二,我认为了,这个影像不止有两种状态的影响, 我认为这个影像是因为这个影像是很质的, 但是它也很独特,很质的, 其实是一种良好的影响器, 他覺得這部電影非常棒,他特別喜歡,所以感謝你。 對他來講,他覺得這部電影是既是有歷史性的內容,同時也是有現實意義的。 但是他這裡覺得有一份遺憾的地方在於。 柏林電影節,官方把這部電影放到新生代的單元裡,而不是在大人競賽的單元裡。 所以他覺得遺憾,因為他覺得那麼多小孩不一定能夠很好的去理解這些歷史的內容。 這是第一。第二,他瞭解到沒有得到所謂的龍標。 一。為什麼沒有得到龍標? 因為他覺得雖然他帶有一點批評性,但是還不是批評的特別厲害。 所以實際上,政府是可以很好的去利用電影來補充政府的主旋律。 對他來講。 他講得到。 後一部分,我會把你的意見轉告給你。 應該轉告給你。 第二部分,在那裡有很多所謂的電影。 而另一部分可能会以后 可能会以后可能会有感觉 所以我们也找到我们的视频 非常简单的 很舒服的原因 如果是方才大人看的电影的单元 那么只能是大人看的小孩儿子不能看 比如说好像18岁以后才能看的 那小孩儿子不能没法进去 但是我们这个单元 大人也能看的小孩儿子 年轻人也能看 所以那是双赢 另外不妨有一些背景是感到不清楚 没关系 你先碰一下 你先接触一下 以后你再接触的时候 你就旁让大悟 你就开始明白了 对对对 我觉得我非常赞同他说的话 因为我们总觉得小孩子应该看的很简单的动画片 实际上我特别感动 就是他能够把这样的片子 让这样的年纪的小朋友都来看 我觉得是非常大胆 非常感动的 那么如果他们现在看不懂肯定没有关系 别说他们看不懂 可能很多成年的他不见得也看不懂 或者是中国之外的观众对那个历史不了解 他更看不懂 这都没关系的 我希望他们留下一个非常非常难忘的印象 而且要感谢他们那么开放 让孩子们结合的东西是这么的大胆 这其实我们要向他们学习 昨天有一个小朋友他看了一波 然后过来我跟他照相 他非常激动 因为他不光是第一次看这个电影 而且他长这么大是第一次进电影院 就来看这个电影 我就很感动 因为这样肯定会给他留下一个初恋嘛初看 他会一直难忘 等到十年二十年以后 他再回看这个片子 肯定会发现当年他很多看不明白的地方 这就是一个启蒙 这就是个进步 非常感谢